台中市长林佳龙指出1217反空屋游行国民党明代反客为主 把反空屋当作个别选举的活动 国民党抢夺反空屋游行的主导权 加害人变成代言人 台中市一位国民党团执行长严利明表示 绿营抹黑的手法低劣令人无法沟通 严利明拿出环保团体的公文邀请函 证明环团主导的反空屋游行不分蓝绿 不分时政级在野全部都邀请 还包括海保署长李英元台中市长林佳龙 立法院国民党团立法院民进党团 台中市议会全体议员等 严利明说这份公文证明空屋是全民运动 空气没有蓝绿但民进党刻意操作蓝绿 事实上是尝试将反空屋游行抹上政党色彩 削弱公民发起的力量 七星刻意 严利明强调反空屋没有颜色 只有是非 市长林佳龙及其民进党议员把12月17日的游行导成国民党强夺主导权 严利明说换另外一个角度想 为什么台面上都是国民党及民代理体环团 其实说明了这段期间执政者和执政党 对市民感受和环团诉求不闻不问的结果 反而是在野党明白具体回应人民的想法 严利明提醒市长林佳龙 人民要求政府给干净的好空气是基本权益 也偏经地义 黑心食品大家可以拒持 但黑心空气大家不能不惜 这样的心情执政党林佳龙市长理解了吗 空气好不好是大家每日的感受 请不要用一堆灌水的不诚实的数字应用 也请不要恶意对待公民力量 诚实面对才是上策 台中市国民党团执行长严利明指出 市长林佳龙指国民党反客为主 其实是绿营不理会怀团诉求 图言利明服务处提供分享